二月的时候我们还很自信 说硬装马上就能结束 只剩最后的安装收尾了 没想到这一收就是半年 每天安装都跟开盲盒一样 不知道会开出什么新问题 比如我家的空调 本来在一年前就把内机和外机安好了 现在只用接线调试一下 结果安装那天师傅跟我说 有个事要和我商量一下 我装修这么久 最怕的就是师傅要和我商量一下 商量的意思就是问题大到 他都解决不了了 他说有一台外机接好了 还有一台接不上 你们要改下窗户 之前外机放在了窗户左边 现在开盆在右边 距离太远了 我说去年你们怎么安得外机呢 他说不知道 去年不是太安的 问我知道吗 我说去年我在外地 我也不知道 但照片才发现 换窗户前这里左右都有开盆 所以出去很方便 后来设计窗户的想美观一点 就把两扇窗改成了一扇 而且改到了右边 但设计窗户的也离职了 现在追究于事无补 我就问商家 现在窗户还能改吗 商家说 现在改比重做还麻烦 甚至比重做还贵 因为需要现场改窗框 既没有原厂的做工好 施工还有风险 最后我花了五百块 让师傅先把玻璃拆了 再出去接空调 系好再装上 这样最安全 也最省钱 本来说两个小时就能弄弯 结果师傅挑了半天 空调还是不能运行 拆玻璃的师傅等不了那么久 最后没办法 还是让他们先把窗户安回去了 万幸 第二天换了个师傅 改了下内机的设置 空调终于吹出了一丝凉风 但我的心比空调还凉 从今以后 我除了祈祷家人平安 还要许愿空调长命百岁 不然空调一坏 我就要拆玻璃了 还遇到一个问题 让我哭笑不得 天气预报有雨 我赶去工地关窗 低头忽然发现 为什么这里的桌面 跟窗户连上了 那卷连怎么关啊 最神奇的是 前两天 商家刚来凉过尺 已经下单了 我赶紧问他们 凉的尺寸是整个窗户的高度 还是只有上半截 不出我所料 连做窗户的都没觉得有啥不对劲 要是我没有及时发现 那就精彩了 乔迁新居第一天 叫醒我的不是梦想 而是露了半个屁股的窗户 后来找商家把桌面取回厂里 改短了15公分 做窗帘的又说 窗户指手会挡着卷连升降 于是又换了个超薄的指手 重新复持 等了一个月 这周终于来按卷连了 师傅拆开包装一看 咦 厂里发错电机了 装不了 机会重做 前前后后拉扯了两个多月 未来这个卷连能否顺利安装 我拭目以待 大家不要看我现在这么垂头丧气 其实一开始 我对这次装修也是信心满满的 一是因为有经验 几年前我一个人设计 装修过一个小户型 那次的学历教训很多 我发誓 酷酷的地方这次绝不再犯 二是更认真更努力了 凡是需要确认的 我都画了图纸给商家 凡是需要存档的 我全都拍照备份 而且 这次还有了帮手 上次装修 室友全程甩手掌柜 这次他全情投入 已经自学成为了暖痛专家 最后 我们还找了设计师 帮我们设计了满意的布局 我们都这么努力了 果然还是有回报的 比如罗兰朵 罗姐的翻车项目 晾衣杆 我们就很满意 被吐槽最狠的 无矿隐形门 也没出什么岔子 但另一部分经验 也在告诉我 你再怎么努力 其实也没用 比如我家隐形门 虽然安全落地了 可门锁的遭遇 却让我身心俱疲 我家一共做了 三扇隐形门 其中一扇通向阳台 为了安全 我又加了一把锁 下单前给商家确认 门锁OK 但安装那天 还是接到师傅电话 说锁有问题 装完是反的 我一看 好离谱 阳台上的人 可以把室内的人反锁了 室内的人想出去 反而得拿钥匙开门 而且这锁孔 凹进去一大截 后来我才搞明白 这是三层18板材 做的隐形门 侧面是不对称的 所以锁型不能居中安装 我问卖锁的怎么办 他说要重新定制 一个偏心锁型 锁才300多 重新定制锁型就要350 比锁还贵 工期半个月 我觉得好冤 要不干脆就这样算了 阳台应该也不会进小偷 但仔细一想 万一真有小偷从阳台进来 会不会觉得这家人 智商太低也太好偷了 为了获得小偷的尊重 我还是咬牙花350 重做了一个锁型 保险起见 我仔细测量 画了一个图纸 给卖锁的 安装师傅和门的商家 各方确认 没问题才下单 一个月后锁到了 又约师傅安装 师傅说 这次是偏心锁型 但偏歪了 我晕 图纸都画好了 厂家又给弄错了 我让卖家赶紧把新的发过来 同时我把做错的寄回去 卖锁的竟然还要收到我的退货 才肯发货 文购最好笑的地方就是 卖家就算因为自己的事物 耽误了客户工期 他也不愿意为此承担一点点风险 所以这次装修彻底打破了我对网购的粉红泡泡 无论你多么仔细 你也不知道卖家是不是把生意当儿戏 我选了一种很细的四分之一圆踢脚线 颜色很多 为了确保食物不出差错 我特地买了好几个样品回来 放在地板和柜子旁边搭配 最后选了一个颜色下单 当时很急用 我问店家明天能发货吗 他说能 结果我催了三天 他说 疫情把路封了 发不了 等啊等 终于等到发货了 结果收到的颜色巨黄无比 不能说一模一样 只能说和样品完全不同 最崩溃的一次 是我一天之内收到三家店铺买的灯 每家都有问题 没有一个安装顺利 每家我都备注了我要4000K的色温 有的发成了3500K 有的直接发绿光 有的少了线头 还有一个不仅色温不一样 开灯还要玩两秒才亮 我录视频发给卖家 他竟然说看起来差不多 不给我一点钱好了 让我将就着用 气得我第一次跟钱过不去 我不差你这点钱 我要换货 哈哈 说完真爽 爽完想哭 还有一次 往购了几窄边框的不锈钢壁看 我问店家 你们有没有安装服务啊 店家说 这个很简单 家里有男的吗 打点结构胶 直接卡进去就好 那一刻 我的好生心来了 决定自己上 收到货之后 立刻忍怂 我不是男人 我找来了真男人 我的工长 工长风穿物价 就拆了一个小时 打完结构胶 他又找来了第二个真男人 一起抬上墙 最后还要拿句子 切支撑条 做支撑 网购让我受尽了PUA 所以我奉劝大家 能找本地商铺 就在线下找 不是说他们更靠谱的意思 他们的问题也不少 但出问题了 好歹你那一个电话打过去 你的委屈 有人听 比如约好了安装软水 安装当天 却收到消息 软水机没现货了 还要等半个月 其他我立刻打电话 说退货吧 太久了 我等不了了 我重新去网上买 其实我的威胁 一点底气都没有 我哪敢再网购啊我 没想到 这招竟然管用了 一个小时后 商家就跟我说 掉到货了 总之 装修生活就是每天睁开眼 迎接劈头盖脸的各种问题 再流着泪解决 比如 大理石拆了保护膜才发现 哇 好大一条裂缝 比如 安装壁挂炉时 师傅接短路了 水流开关 砰的炸掉 水流一滴 比如 花洒装反了 师傅没发现 改过来之后 其又被刮得一塌糊涂 比如 安装管线机时 师傅聊着聊着 顺手就把埋了一年的 穿线管扯了进去 于是你突然就得出门 帮他买钢丝 再帮他穿线 装修真是个无比庞大的 系统工程 我数了数 一次装修 要对接的商家 至少150家 来一次就能安装成功的 一半都没有 每一项要成功落地 光是自己努力 也没用 最重要的是商家和安装师傅靠谱 我们整理了这次装修 遇到的各种小问题和处理经验 每一项都是亲身尽力的学类 写了一篇小作文总结 需要的朋友可以看看 希望你永远用不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